欸不對欸 白癡喔 我這個拉大聲 欸 我還是沒辦法調欸 因為 因為你看喔 如果我現在 這聲音超清楚對不對 對 阿如果我挑我自己的耳機 你們現在聽很大 欸 可以欸 沒事沒事沒事 這到底是怎樣啊 因為 我現在是 他是聽我耳機 然後但是 是遊戲聲音 我現在耳機是聽20% 然後我遊戲裡面的聲音也是20% 可是我看OBS是快爆掉的欸 你點Minecraft的設定 好像沒差 所以 選項 我看一下喔 我這個調100%就沒錯了嘛 你們聽聲音也是ok齁 不要說我那時候 可能在挖礦還是怎麼 口口口口口聲音超大聲 就把我聲音蓋過去喔 就把我聲音蓋過去喔 就叫這樣子 有大聲一點點 可是 好煩喔 好煩喔 不是因為我現在是從桌面下面的那個 音效裝置去調 所以我現在其實 我動到的耳機 大小 我看到全部都是 一起都是20% 在那邊調 所以我是怕說 我聽到的跟你們聽到的會不一樣 好煩喔 阿有個方法最明顯啦 可惡 他聲音好小聲喔 選項 方塊 聽這聲音有沒有很大聲 我看到我OBS已經爆麥了喔 你們聽到了欸 有爆嗎 我看到是爆的喔 如果你這個ok的話 我就這樣子撿喔 他已經爆到紅色了 還好 真的假的 我開始不懂我的耳機了 好煩喔 他就是 他上面是按鈕 你按下去他會顯示說 你這台電腦的音量多大多小聲 所以 我就覺得說 會不會你們也聽到就是 超級大聲 偏大還好還可以 所以比以前都好很多對不對 我要知道是這個啦 主要是你們聽得出 不然每次都感覺你們都沒聽到什麼 可是我後製起來聲音都明明就很明顯啊 對啊 對啊 我就是 因為你們 都說 什麼 直播直播就是 拉得很大聲 都 真的都聽不到 沒有啊現在 現在我問問個問題 有沒有比以前大聲很多 我是要很多 不是要一點點 如果是一點點的話 我就把全部都調回來 欸超大聲欸 選項 我的天哪 不是這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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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我還在調方塊 13% 大聲很多 好你們覺得這樣可以齁 可以的話我就這樣子囉 不然有時候覺得 怎麼我在玩魔物獵 還是什麼 你們都好像聽不到聲音 好啦那 那就測試到這邊吧 有點累了 選項 我希望我晚上不要睡過頭 其實我今天早上的影片也是 剪完之後 6點 然後6點就去睡了 因為昨天 半夜不知道為什麼 有個Minecraft的一種比賽 他們就是有一張 固定的地圖 然後 終界門啊 然後一些什麼 蛙溝 就是 他們有一些打終界門的 像 比如說 什麼 終界珍珠啊 烈焰桿還是什麼東西 都會放在一些固定的地方 然後給人家 就是自己記作 不要自己去比 然後比最快速度 打完終界龍 然後昨天就是看到 最快速度是4分56秒 從 從 從開始打木頭到 打完終界龍 4分多鐘這樣子 然後想說 喔昨天在看 喔喔喔好快喔 好快喔這樣子 然後那 第一個 第一件事情是做 鎬子跟鏟子 然後去挖雪 然後用雪去丟爆那個 那個補血塔 那種東西 後來就是 看看看看看到 看完之後 哇 怎麼又有鬥爭特工跟 那個 英雄聯盟的直播 然後有去比賽啦 然後就去看了 然後看到 喔 算了算了算了算去睡覺 睡醒之後 鬥爭特工還在直播 我就 想一下喔 我快6點睡 欸6點多睡 睡到8點半起床 然後就到現在了 反正剛剛是要睡覺的 後來想想 啊 你們都快開學了 而且又是假日 我還不趕快上線來 騙點那個 觀看書 啊這個是我應該 可以做釣魚機嗎 釣魚機還要做嗎 不就這樣子嗎 喔 銀接盒需要 看一下喔 水桶需要 銀接盒不就 還有 一個 壓力板 一個鐵木門 然後再 欸 一個壓力板 隨便一個壓力板 然後再一個 這個 釣魚機 你是不是都沒有認真去看 其他人的影片啊 就是這樣啊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這樣子 然後怎麼做 好 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 這樣子 然後 這樣子 這樣子 再來就是 露斗對這邊 然後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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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完成啦 很多人都有做啊 你怎麼會跟我釣魚機這麼做 請求釣魚機教學 就這樣子啊 做完了 說是自動釣魚機 也不算自動釣魚機 算是半自動吧 因為你人還是要按著啊 所謂的自動是你不用去理他 因為 我一直想去糾正很多人 說這也不算是自動釣魚機啊 從一開始的流麥機 你說是自動釣魚機 就說 蛤 自動 你人還是要上去種 可是大家都說這是自動 我就不去反駁了 然後 後來我看那些教學 都是說自動釣魚機 我就 好吧 就 不想去跟他們爭了 然後就跟著一起喊 這樣子 那人就是這樣子 你只要 不去融入一個族群 就會被遭到排斥 所以 後來才開始慢慢有人改說 是半自動 收割機 流麥機 那種東西 改成流麥機啊 半自動收割機啊 那種 對啊 像我之前在新大陸蓋的 那才叫做自動西瓜 跟南瓜採收機好啊 後來真正的自動釣魚機 也沒有這個東西在啊 只有那種自動的 烤魚啊 就是那個 升海守衛那種東西 或是那個 把 現在1.13版本有海 那個嘛 有魚了 所以可以把魚 生在 那個 用 靈魂沙把魚往上衝 衝上來再用水流 把魚用到擱淺 就可以用那個 自動收魚機了 對啊 就是 當你有自己的想法時候 你就會 被那個其他人灌輸他們的 大眾之士還是什麼的 然後就會開始這樣子 遭到 當你有創意 但大家覺得不適用 你就會開始覺得你這創意真的是沒有用 很多啊 像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知道這樣做是不行的嗎 所以這個是 少數服從多數的社會 你也不能強迫去 別人去 接納你的意見啊 所以 那時候 我又看老高的 有沒有覺得 有些人 可能就是 他們才是對的 然後我們才是錯的 但是就是因為大家的 觀念跟 思想都是 大部分的 所以才會覺得 對方是錯的 這樣子 這樣那個誰 愛迪生吧 在 國小還是哪裡的時候 也是被 老師覺得說 他就是 問題兒童還是什麼的 還不是 現在變成 大發明家 說到對錯 我昨天去看一個人的台 他們在討論動漫 然後就是 剛好討論到一部動漫的時候 聊天室就一直 說什麼 我覺得還好啊 又沒有很神作 然後就是 根本覺得很爛啊 之類的 然後就另一派跳出來 就是 可能他們自己的動漫被誤 這樣聊天室吵起來 然後本來就是 每個人喜好不同啊 就是 你自己喜歡什麼 或是 覺得什麼 就是不要有太多意見 那可能是人家喜歡的 但是你就是 一直去 說那個的東西不好 你也沒有什麼權力去講 啊人家就有喜歡的啊 就像香菜這個東西 香菜我是真的不行 啊人家一直說好吃好吃 我就說 嗯 你們覺得好吃就好啊 我是覺得噁心 也不會 也不會多說什麼 好爛喔 欸我那天 我昨天王國 欸 前天王國之戰 釣一釣這麼久 也沒釣到寶物欸 這超爛欸 為什麼這個會在這個位子啊 夜魅皮膜 就只能剩下 那個嗎 釀造嗎 我怎麼記得他以前不是說可以修 修復翹翅 我有記錯嗎 還是現在不能修復了啊 翹翅在哪裡 打相 工具 欸 欸 對啊像那時候 那個誰HDD的跟我講啊 你不喜歡香菜那 花澤香菜咧 喔我說花澤香菜那可以 我們擺一次一樣 喔見面啦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槍了 你就知道我多累了 G Survival 準備囉 嗚呼 帶著一個頭在跑 錢錢 叫夠了沒 自說播放清單 打界面 工程站是故意的 欸我打界面嗎 啊靠邊哪 欸不對啊 欸對啊可以 可以修啊 你 你 哪個播放清單打殲滅戰 然後 什麼鬼東西 喔 我今天的影片嗎 我看一下喔 遊戲精華 王國之戰啊 什麼 什麼 是說播放清單 打殲滅 烈工程 啊靠 我就說上次我打殲滅齁 在哪裡啊 我好奇 等一下喔 播放清單 播放清單 我去改一下 欸真的欸 啊你們還沒看到 欸 我那天才講說 我那邊全部打殲滅 然後我把內容都改掉了 那個啦 標題改掉 只是播放清單還沒改 好感謝你提醒我齁 欸 改掉的啊 我看是改掉的欸 我重改看看喔 你是說 前天的播放清單嗎 對不對 略過 動一下 啊你這個沒畫面 讓你看蜜蜂 蜜蜂採蜜囉 嗯 播放清單 編輯 前列 然後那時候 我改 改的時候 又打了一次劍列 不見你 我一定要在那個 有玩minecraft的時候 把第一個 播放清單的那個 第一個影片 設兩秒鐘 就播一個廣告 在你們點進來 因為要看minecraft的時候 一定會看到我的廣告 嘖 好賺 好啦五點了 那今天先開到這邊啦 那晚點我們玩 礦工的時候 我們再見啦 不對 我們七點會先見面 那晚點玩礦工的時候 再來看我吧 好啦 感謝今天收看啦 大家晚安 快去吃晚餐 那 還有一些建築的小技巧 好那個 我在自己研究看看 研究出來 研究出來 再找時間 蓋出來給他們 給大家看吧 好啦 今天先這樣子啦 大家掰掰 待會見 掰掰 我去躺一下了 掰掰 啊 完了 喔還是 喔還是2好了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掰掰